东华医院和华浦卫生局在旧金山中国城中华总会馆举行记者新闻发布会 介绍中国城一年多抗击新冠疫情情况 特别是新冠检测和疫苗接种情况 根据介绍旧金山目前疫苗完全接种率已达71% Delta变异病毒虽然推高旧金山确诊率 但是住院人数和死亡率没有明显增加 中华总会馆总董于建全称 一年半前当疫情还没有在美国爆发前 东华医院就在中华总会馆召开会议 向社区侨团和华裔居民宣传教育预防新冠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疫情期间保护了旧金山中国城 现在仍然在继续防疫抗疫工作 东华医院院长陈杰民感谢中华总会馆旧金山警察局 中央警署等机构的大力支持与配合 使该医院能够发挥外展教育工作 加强华裔居民防范新冠病毒 使中国城新冠确诊率在旧金山范围内 保持在较低水平 他希望大家继续合作 将检测工作和疫苗接种工作做得更好 根据华浦卫生局代局长白甘荣医生介绍 受到德尔塔病毒影响 旧金山新冠确诊病例又有了较大幅度上升 在8月5日7日平均上升238宗 去年冬季最高峰时为373宗 8月9日住院人数为111人 去年冬天高峰时为262人 在疫苗接种方面 旧金山总人口的71%已经完全接种疫苗 接种一针疫苗的人数达到77% 另外在突破性感染个案方面 旧金山自2020年底至今 大概有2000人入院 在这2000人中只有8人已经接种疫苗 也就是说另外1992人没有接种疫苗 故此疫苗不能确保你避免感染新冠 但是在很大程度的可以令你避免死亡危险 东华医院行政总裁张建青指出 东华医院在一年来处理疫情期间 一直不遗余力地为华裔社区服务 到目前为止 东华医院已经为公众接种疫苗35000剂 检测12000次 华裔社区接种率达81% 远超全国接种率 他强调正如白甘荣医生所言 最有效地应对新冠病毒 特别是变异病毒的方法就是接种疫苗 故此他呼吁还未接种疫苗的华裔居民 尽快接种疫苗 应急管理局专员林伟浩表示 由于德尔塔变异病毒快速传播 过去几个星期 旧金山不同社区前往中国长花园角 接受病毒检测的散房住客明显增加 在刚过去的周三 有520名人士接受检测 其中35人呈阳性 阳性率达到6.7% 为近期最高 8月4日524人接受检测 22人呈阳性 阳性率4.2% 7月28日 528人接受检测 34人呈阳性 阳性率6.36% 他再次提醒大家 市政府和东华医院 每逢周三上午10点到下午2点 在花园角设有免费病毒检测站 很多外来游客及公众 对该检测站感到十分方便 他呼吁广大华裔居民 积极前往该处 接受病毒检测 确保自身安全 旧金山卫生局公共关系专员 无意指出 新冠疫情已经持续一年半 目前又有德尔塔变异病毒 短时间之内是不可能清除该病毒的 最有效的防治方法 除了接种疫苗 大家还要紧记 佩戴口罩 他同时呼吁更多操双语的人士 参加防疫抗疫工作 使旧金山市政府及社区机构 能够更好地应对疫情 他赞赏华裔社区确诊率低 疫苗接种率高 在防疫抗疫方面取得优异成绩 但这不代表华裔社区 不需要很多公共资源 他们会与市政府商讨 为华裔社区争取更多资源 加强防疫抗疫工作